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近发布了报告 美国意外溺水死亡率在历经了几十年的下降之后正在上升 随着夏季来临 越来越多人前往泳池和海滩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 很多美国人缺乏在水中保持安全所需的技能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本周发布的生命体重报告中 包含了有关美国人口游泳技能的新数据 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15%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不会游泳 超过一半的成年人从未上过游泳课 在此之前COVID-19大流行后的几年里 美国溺水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每年死亡人数增加500至600人 这是美国溺水率至少20年来的首次上升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首席医疗官戴布拉·胡里博士说 总体数字显示每年有超过4000人溺水死亡 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12人死亡 而每两个小时就一个人因溺水而死亡 溺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龄前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很多孩子没有学习游泳的途径 而即使会游泳的孩子 成年人也不应当让他们在无人看管 或是在看管的过程当中喝酒交谈导致分心 为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 在聚会等场合交谈或是玩手机都很容易转移注意力 家长们应当专门指派一名成年人来照顾泳池里的孩子 并且应当有多人轮流执行这一任务 游泳时间结束后 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建议关闭并锁上游泳池的围栏 最后如果有人溺水 家长提早学习心肺复苏术 可以帮助您在获利人员到达之前挽救生命 CDC建议完全封闭泳池的围栏 可以帮助您家的后院更安全 同时在湖泊等开放水域 救生医对于安全也十分重要 中天中望正理报道